在最近公布的全球最硬音乐视频TOP100的榜单中 全部上榜歌曲以三大阵营分区 在这当中涌现的全球翻唱达人阵营则占据了超过5%的比重 而从中涌现出的云云歌手 正是此刻全球乐坛最炙手可热的民间人气王 这个可爱的小男孩你一定不会陌生 他就是有着下一个贾斯坦比伯称号的美国十岁舒畅小正太马哲碧 作为全球翻唱达人阵营中的一员 除了因为可爱的外表让他在网络上拥有大批粉丝追捧 8岁时就迸发出的惊人舒畅功力也让他迅速走红 过往发布的翻唱作品都有千万点击率 而马特币遭红于网络的另一原因 还有时刻紧追全球音乐动态的策略 这部鸟叔朴彩像的最新单曲 Gentlemen刚在今年4月发行 你就能在网络上看到有马特币翻唱的蒙版音乐录影带了 如果年龄和样貌没有马特币的优势 那走邻家男孩路线也是能窗户于网络的出路之一 同样来自美国的翻唱歌手Alex Good 与Taylor Ward 虽然没有像加斯汀比波一样帅气的脸庞 但凭借他们出众的歌唱实力与朴实亲切的外形特点 也让他们的演唱风格自成一派 在网络拥有一定的人气 单凭亲切的外表与歌声 在日益积累的网络竞争前肯定不堪一击 所以Alex Good与Taylor Ward具备的创作实力 就成为了他们音乐事业锦上添花的智盛法宝 除了上述两种在全球翻唱达人圈走红的方法 90后少女马迪琳·贝利 因为翻唱欧美当红男歌手的作品 而在全球走红的方式 也让她每次公布的音乐作品 轻而易举就获得六位数的观看量 能用复杂的布景和道具 一把吉他 一加琴 就是贝利每首作品的全部乐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翻唱达人阵营中的成员千千万 要向异军突起 嗓音 创作 外形 三者缺一不可 而90后欧美翻唱达人查理帕斯 除了满足上面三点 还有善于借助热点话题 让自己获得关注的聪明头脑 Hey there This right here is an entry for Perez Hilton's Taylor Swift's next song competition And yeah I literally wrote this and produced this and finished this yesterday So it's not a song about me So just picture that Taylor is singing my part Enjoy 大家听清楚了吗 这首查理帕斯的原创歌曲Two Month 其实是为了纪念泰勒斯维福特 与One Direction成员哈利 分手两个月而做 不仅歌曲的创作对象 选择了现在欧美乐坛 最炙手可热的两位人气偶像 查理帕斯还以自拍的方式 将创作初衷公之于众 如此花心思 不仅让全球网友记住了他 查理做梦都想走红的心思 也显而易见 这首带是真正的 这首带是真正的 所以叫我 感谢您的观看